好 祝福觀眾 國慶大典一早了 帶您來關心北廣場這邊的最新消息 由於今年的這個慶酬會主委就是韓國瑜 那他是事前也特別講了 這個今年的這個國慶主題就是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因此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這個標語 今天的這個標語主題就寫著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那下面的這一行英文字呢 其實從2021年開始 原本都是寫著是National Taiwan Day 那麼現在寫的是A Beautiful Taiwan Day Today A Better Taiwan Tomorrow 跟這個是跟往年不一樣的地方 而韓國瑜也有特別交代 要有滿滿的中華民國元素 因此看到主舞台的部分呢 上面有寫ROC National Day 那麼現場也看到本來就有的旗海飄洋 以及主視覺是用藍色以及紅色 象徵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這個國旗 那麼北廣場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這邊的座位主要是這個在野黨主席 而在事前呢 昨天其實韓國瑜主席 韓國瑜院長也特別留了一個位子 給這個人在被看守所積壓當中的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那麼呢民眾黨立委 民眾黨的八名立委 今天預計是全員都會到齊 而且預計還會有統一的特殊服裝 那麼剛剛民眾黨的這個 總叫黃國昌在臉書上 他就特別講這個服裝要代表的是要捍衛正義 其實也被外界解讀就是要來表達力挺 柯文哲主席清白的訴求 而在台上其他在野黨主席部分 還有包含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以及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稍後預計都會在這個北廣場這邊來現身 我們也有會在這邊持續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紅內主播